新世代聊心事 聆听正言上人法语 聊聊我们心理想法 我是金霞 还记得上次说 我愿意是在什么时候 什么场合呢 是结婚誓言 还是答应或承诺什么责任呢 如果你能肯定回应 我愿意 想必这背后在心里 是有很大的信心力量 支持着自己 因为当这三个字说出口 就知道自己的承担 不是随随便便的 就像是结婚誓言当中 所说的 无论是顺境或逆境 富有或贫穷 健康或疾病 是否愿意 常伴左右直到永远呢 当然 结婚可不能就沾昏了头 说到还要做到 更也明白人生当中 有喜有悲 有苦有乐 我们愿意分享欢乐 但是能不能够同甘而共苦呢 这是夫妻关系或朋友之间 但是 静思静涉得早师傅就分享了 正眼法师对佛陀说 我愿意 愿意为世间苦难付出 不放弃任何一个人 慈激之功们动员 还真的就是哪里有苦 就往哪里去 没亲没故的就因为正眼法师说 爱我所爱天下的人 而志工和常驻师傅 更还将这样的一份 慈悲观爱延伸到 小猫小狗小动物 一花一草一树木 我愿意伸手有力 没有难能拦得住 志工们就如悲增上的菩萨 为需要的悲苦人付出行动 因为愿意 就算是生活中 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些芝麻绿豆小事 都能够为人来着想到 更是期待这份的慈悲智慧 能够带动更多人 一起来救助需要的人 拔除苦难 给予幸福与美满 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静思静涉得早师傅的分享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伸手有力 卑制传承 大家可能不知道 伸手有力是什么意思 批语品里面 有长者伸手有力 就众理睬 就是长者是财富无量 可是长者的伸手有力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以下来揭晓 三界火宅里面 四面已经火起了 所有的孩子都不知不觉 不惊不布 无求出益 那长者伸手有力 佛陀不放弃 一切任何一个众生 今天上人也有讲到啊 就是佛陀真的是不忍心 不忍心放弃任何一个众生 所以就用三圣法 随众生的根基 他们想要什么 佛陀就给他们什么样的法 所以只有这个门大圣法 才能够处理火宅 我们经文当中里面 我伸手有力 这个我就是长者 也就是佛陀 用医格 用基案 让孩子们 从这个火宅里面出来 可是这个火宅里 又只有一个门 而且非常的狭小 要怎么出来呢 长者伸手有力 就是佛陀不忍天下 众生不断的造业 因为众生的恶业共聚啊 佛陀到底要用什么方法 让大家来觉悟呢 就是伸手有力 那所谓的伸手有力 就是我们身呢 用慈悲来护念众生 那我们用双手 用智慧来救把苦难 所以慈悲智慧就是一股 一股就把的力量哦 慈悲智慧 身就是慈悲 手就是智慧 那刚刚也有讲到啊 佛陀的智慧是这么的高 这么的有力量 但是只有他一个人 只有他的两只手 两只脚 是不够的 所以更需要 珠子先觉醒 这个珠子就是所有的众生 那我们全球慈悸人 就是上人的珠子 就是上人的孩子 我们也是要一起来觉醒跟精进 才能够一起共同来救把苦难众生 今天上人的成语啊 也有讲到 佛啊 我愿意 就是上人在2500多年前啊 也有跟佛陀发大心立大愿哦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 这一段上人的开心 什么人愿意呢 幽水拥命立世 宝宝 愿意呢 这样来持出境啊 什么人有勇气 勇敢立世 宝宝 什么人愿意呢 令持出境呢 这生灵来生灵啦 来复制灵啦 来丹灵 红酸 公花 到底 有几个人愿意啦 有几个人愿意 发心啦 佛陀 你 因切啦 他要保心 他要保人 想要听人 在这些地方 在这些地方 佛陀 在病情 来 发愿 这就是 佛陀 对众心 罗陀 罗陀 这些人愿意 会 搬 万 万 万 我的心,什么人知道,现在啦 我们这个时候,每天有这么多人在听话啦 到底有几个人,想愤怒了,这样就没话啦 已经像当时一直到现在 然后愿意发心 如果我自己,我觉得我应该 当中复党在发愿的过期应该有结局 这份的缘,相信那个时候也是这么发心 我应该是有在那个地方跟复党说 好了,我愿意 没听到是太风气,那些菩萨 没听到呢,是在我发火中 佛所盼望,其中的一位 我愿意发态的心 我愿意发态的心 好,上人说 有什么人可以发心 就是谁能够发大心力大愿 可以在,就是也是上人 现在也是在目持经人 也是在为法求人的时候 所以大家愿意吗? 对 这个我愿意 上人说,佛啊,我愿意 那这个我愿意呢 上人啊,我愿意 这个我就是你,就是他,就是我 那我们呢,我们跟上人说 上人啊,我愿意 所以我们就要意念本愿 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愿 就是要来弘扬法华经 那我们也是要传承佛陀的慈悲 传承上人的慈悲跟智慧 传承上人的慈悲跟智慧 就是让我们自己伸手有力 慈悲跟智慧 用善法来救把苦难 那我自己呢,我也是有发愿啊 就是希望说,守住自己的因缘跟本分 来传扬上人的法 就是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跟责任 那在大制度论里面有讲到啊 大悲是一切诸佛菩萨功德的根本 就是一定要有大慈悲心 那大悲是般若波罗蜜之母 是诸佛的祖母 菩萨以大悲心,故得般若波罗蜜 得般若波罗蜜,故得作佛 就是你要先有悲心 那就会得到智慧 你有智慧就可以成佛 那在应顺导师的《学佛山药》里面 师公上人也有跟我们讲说 大慎行果的薪水不是别的 就是慈悲 离了慈悲就没有菩萨 也没有佛 所以慈悲是多么的重要 慈悲就是我们成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粮 那上人也有在那个思想体系里面有讲到啊 我每一世都在想如何培养我的爱心 希望每一世都不断超越过去世的自己 每一世的自己都比过去世更有爱心 就是只要有沙尘的地方 就是我要救度的所在 就是人间没有进化 我就不休息 那佛经里面有讲到说 菩萨要面对种种的众生 悲心才能够不断的扩大 那我们现在人到救援的国家 已经有128个国家地区 这个就是上人的悲争上 就是非常的慈悲 所以才有办法 只要哪里有苦难 哪里需要上人慈悸人啊 就代表上人的手跟脚走到那边去 921大地震的时候 上人有一次在巡视希望工程的时候 就摸摸那个石柱啊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洗石子嘛 可是那一次呢 就是上人就摸到石子是尖尖的 因为小朋友在下课之后 就会活泼乱跳啊 就是跑来跑去啊 这样子会很危险 上人说这样子 小朋友如果碰到很容易受伤 因此呢 所有的希望工程 我们有51所希望工程的 的洗石子的墙面啊 或者是柱子呢 全部都是圆润的 那现在我们全球 有那么多的希望工程 也都是洗石子 都是圆润的 那这个超越天堂的净土 我们都知道热身疗养院呢 上人就是不直向的付出 不直向的慈悲 上人到热身疗养院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问说 我能够为你们做些什么 而不是有些人说 你们就是业障病啊 你们一定要念佛啊 就是要忏悔啊 可是上人只是说 我能够为你们做些什么 所以呢 就资助他们的家菜积啊 等等的 那我们不直向 不着向的一个付出呢 上人在批语品里面 也有讲到一个 迦罗岳长者啊 他就是为了要见文书啊 把一个跛脚啊 衣衫蓝履的人啊 七上七下 那一位就是文书菩萨的化身 他上了高座七次 迦罗岳长者也把他拉下来七次 这个就是说 我们如果有直向的分别呢 就是凡眼不见文书 就是我们用凡夫的眼睛 来看众生相 而上人是不着相 就是不会说 因为热身疗养院那些菩萨呢 因为长相的关系 上人是不分别的 这个就是一种慈悲等观 大慈平等的心 那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呢 所以热身疗养院这些菩萨呢 他们就卖心脸哦 你看哦 这个是民国75年 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 的慈愿 花莲慈愿要启用那一年 这个就是他们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 心脸万蕊造慈悸世界卖心脸的一个就是的一个名单 真的就是把棺材本都拿出来了 那上人有跟我们讲说 我们要为天下人做天下事 慈悸人应该要负担起无疆界众生的责任 将全球发生的苦难都视为一己的使命 2021年的时候 那时候全球的COVID-19非常的严峻的时候 那时候印度在一天都是三四十万的人确诊 当时呢 上人在那个医疗董事会的时候 就有跟医疗董事说 我已经决定了 我不是来跟你们请示 而是我已经决定要来救援 要来支援印度 那这个预算因为非常的高 所以上人就下定决心说 我是已经下定决心 不是来请示的 所以上人说 不可以 不可以 让他们没有机会出来 我们要尽心力给他们足够的皇妇 因为那时候巴比尔神父呢 我们来看这个影片 来看上人的开始 巴比尔神父呢 他们最近啊 就是要投注到医疗 医疗的医院里啦 在神父呢 有二十几位 他们进到医院呢 他就是到了呢 就去这间病院去支援 被感染啊 没机会好够出来啦 我就跟我们的宗教主 海外主 我就说不可以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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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 没有机会出来 我们要尽心力 给他们足够的防复 他们报了仁德慈爱 这一份充分的爱心 这个也是上人的悲争上 就是上人真的是很慈悲 看到众生受苦 他是不忍心 而且就是哽咽 不忍心他们这样子受苦 不可以让他们没有机会出来 我们一定要很用心的来支援他们 那上人的悲争上 不只是对人 对动物也是一样 以前我们在早期的时候 吃了这一餐 也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 总是为苦难人付出 为贫病人为重 那对动物也是一样 就是之前我们有一只白猫 就是看管我们的仓库 因为我们种到之后 没有一个仓库都是放在外面 那这一只白猫 就会为我们把关 就是让老鼠不要来吃这一些稻米 那这只白猫 他只是会吓老鼠 吓老鼠 他不会真正去抓老鼠 这样子 那上人对这只白猫也是一样 这只白猫生病的时候 就就是带他去看病 那这只白猫往生的时候 师父们也是为他就是祝念 送上山头 还定了一个棺木 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老菩萨跟我分享的 这个叫做一礼款待 一礼款待 就是崇高的一个敬礼这样子 那对蚊子也是一样 早期我们的荣董联谊会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次荣董来参访的时候 上人就看到他们的手上都是红肿的 可是上人就交代大家说 这个蚊子是我们家吃的 要帮忙吃的 不痛苦我们怕 你看上人是对对人慈悲 对一切众生动物都是慈悲 那上人也是一样啊 对树也是会让树 我们的菩提大道为什么是蜿蜒的 大家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佛经里面不是说 菩提大道值吗 为什么金色的菩提大道是蜿蜒的 就是上人不忍心破坏原有的景观 就像到大殿前面的那个logo前面的那个树笔 我们都没有把它破坏掉 那这个一方面也是上人的念旧 因为早期俗骂就是上人俗家的母亲 也有来帮忙就是漆这些树笔 就是用石头砌成的这个是很特殊的功法哦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上人不忍心破坏原有的景观 还有念旧 所以慈悲的上人碰到树也会让树 那我们慈悲要传承 智慧也要传承 我们的慈师傅也是一样哦 有一次呢 我跟他要走回疗房的时候 他就在一个转弯的地方啊 看到一盆那个梅花 所以他就随即把这个梅花的枝芽转一个方向 为什么呢 就是他说有人不小心的时候 这个枝芽突出来可能会刺伤到人 这个就是慈师傅的慈悲 也是不着相的慈悲跟智慧 我们来看这个这一段影片 我现在工作就是在陶瓷房工作嘛 就护着灌摩 我非常感谢慈师傅 他很疼我们这些更生人 因为我后面还有一颗瓴嘛 那次回去陶瓷房看最后一眼嘛 他要走的时候还是心心念念就是 我这条瓶要处理啊 在这边工作当中 体会到就是人没一个就好了 就是要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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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师傅跟我说在这边工作要缩小自己 以前自我中心一定要胖很大才可以生存啊 什么就是我最厉害啊 原来学习的当中你没有放下自我 然后缩小自己的话 你是得不到什么 慈师傅呢 对更生人呢 真的是特别的爱护 就是在他们还没有成为正式同仁之前 慈师傅都会不找痕迹的帮助他们 就是让他们的生活有一个着落这样子 这个就是慈师傅的一个慈悲 吴少敏师兄啊 他已经受证了 在慈师傅舍抱的那一天啊 他就眼睛泛泪的跟我讲说 慈师傅都是用平等心 不会说因为他是入狱啊 而有差别的待遇 那我们我们的师傅当中 当然也都是很慈悲 像韩师傅呢 以前我也有在粉间十个月之久 就是在抹粉的时候 机器都会产生静电 那韩师傅只要是有这种情况 他都会跟同仁说 这个我来 就是代替那个同仁受苦这样子 而诺师傅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搬那个原料啊 就是像那个薏仁啊 或者是糖啊 一包都有30公斤 的重 所以我们个子比较小的 诺师傅就说 这个我来就好了 那全师傅呢 有一次呢 就是我们的酒精呢 不小心就是落在地上 他就赶快用他的衣服呢 把它擦起来 因为他说工厂的安全 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这个就是师傅的一个慈悲 我看到这个 我都是很震撼 都已经有十几年之久 可是我倒还记得 这个就是传承上人的慈悲 那我们传承智慧呢 就像我们在大辽 我们要切玉米啊 跟切番薯的时候 像之前有一位师傅就说 我的番薯 我用切的 我切得好痛 我说我们都是用剁的 因为那个都很硬 还有玉米也是很硬 所以我们都是用那个 就是菜刀的尖尖的地方 用剁的 所以他会有不规则的形状 这个就是一种智慧的传承 那我们花椰菜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我们到底端的时候 力气如果很大的时候 花就会散掉 所以菩萨也是教我们说 你到分叉的地方啊 你就是刀就不要下下去 你就是轻轻的一波 它自然就会落下来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要用蛮力啊 就是要轻轻的 很温柔的对待所有的植物这样子 那方便品里面啊 有讲到说 只要有一个人是行小圣法 佛陀都觉得自己是我的健贪这样子 就是我没有平等心 对待所有的众生 而我们的所有的众生 各有各的习气 要怎么来教呢 可是佛陀又不愿意放弃 就是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 而我们的上人也是一样 叫我们要发大心 立大愿 行菩萨道成佛 那我们来看这一段上人的开示 你我师徒 师父对弟子 别无要求 我自己要求 我的弟子 我的弟子 人人是菩萨 我的弟子 人人都要成佛 这是非常诚恳的心 对弟子 只有这样的要求 花大心立大愿 行菩萨道成佛 这都是师父对弟子的心愿 那弟子呢 要用很正确的心态 好好地接受 所接受的话 要正信正念 正思维 还要正行正义 正业等等 总是呢 凡事都要往正的方向 这个就是上人对弟子的要求 那我们行菩萨道要入人群当中 我们就是不要执着 在无名当中 我们都在火宅里面 都觉得自己我大无名大 这个我啊 比这个门还要大 钻不过去 因为头小生大 钻不过去 所以悲至呢 我们至就是上求菩提 悲就是下化众生 也就是自利利他的意思 那这个甘满记的故事 它是以行起为生 可是他到最后呢 也是他苦记把以父为说法 我们跟他讲说 不要再行起之后 他也捐一把米来助人这样子 而且也推竹筒岁月做繁保 还有他觉得说他不行起之后呢 得到灵魂的一个平静 他也说我虽然很穷 可是我只要够用就好 我愿意不施 我所有的时间来贡献给慈祭这样子 那他也带动呢 甘骨呢 他的朋友也是行起的朋友 一起来做善事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的需要大家的来带动啊 才可以余生无量 带动甘满记 再带动甘骨 再带动更多的人 一起来翻转他们的人生这样子 所以上人说天底下只要有心没有苦拦得住我 我就是这样 没有苦没有难可以拦得住我 因为困难的关卡呢 就是我的道场 因此呢 我们在慈祭呢 一定要增长我们的慈悲智慧 慈祭的慧呢 就是要投入人群 所以我们也要一起跟上人伸手有力 带动更多的人来传承慈悲跟智慧 这样子就能够救度更多的人 好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新世代聊新世 最近有没有让你说出我愿意的事情呢 欢迎您来到留言区跟我们做分享 或者您对这期节目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写给我们 新世代节目 我们下回空中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